大家好,这是2020年10月21日 在美国的西部时间,拿着加拿大温哥华时间 是中午12点钟,楼梯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 还有大概1个钟头,市房就会收市 现时的导言斯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后面 大宗是28334,上升了25点 但右边图就更加重要 就是拜登和特朗普的IBD的民调 现在相差2.5个百分点 一般其他传媒所报道,8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 很明显有迷惑 但这个IBD是比较认真的 现在相差2.5个百分点的话 有时偏差2.5个百分点除了一半 偏差1点多,就已经是2点多了 换句话说,距离大选还有大概10天左右 应该这个民调是会更加拉近 相对于4年前的大选 今次民主党这个民调已经是低了 但上次民主党希拉里高,但也输了 今次在这样的民调下,民主党的胜算越来越少 特别是有电邮门丑闻事件 以及贪污丑闻 特朗普胜算的机会相对较高 各位网友应该记得Erik在说过 如果是共和党胜出的话 美国的大市上得会很快 以及会破今年的高位 也都因为这样,就是身体力行 首先都要说一说 所有投资大家一定要承担自己的风险 而Erik只是分享我自己的投资 让大家如果觉得可以参考 自己可以参考 但就是自己一定要听到这个讯息之后 所有的风险一定要自己负责 这是免责声明是必须的 我现时仍然持有着微软 Microsoft和我现时仍然持有着苹果 股份数量非常非常之少 因为我炒来炒去都是那2万多元 3万元美金 就是非常之少的 是几个同学夹粉 然后呢 就是拿来给同学会吃饭 那我在川普公布有COVID-19那天就入市 那当然是 有坏消息才入市 不说好消息入市 这个一定要说到就要做到 那你会看到 税比投资日记 就是第一 我们不是为点击率 第二 我们不是为这个人打工 第三 纯这个义务分享 那希望大家用得着着用到 ok 分享的意思是参考 好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市状况 未来应该是向好的 看看大市状况 就在后面的图 ok 导元斯指数是现时更新一下 它是可能有两三分钟的偏差 现在这个市房就在2点59分 导元斯指数是上升了47点 28356点 这个就在这里了 那 看看另外有几个股 几个指数先 譬如S&P500 S&P500 你看走势和道指差不多 ok 仍然都是上升轨 因为上升轨非常硬 是今年三月到现在的上升轨 看到我的指标 今年三月到现在的上升轨 整个美国的市况都仍然在上升轨 上面 而是等候着突破 等什么呢 全世界都在等着 就是11月3日这个总统选举 但今年的总统选举 大家有理解 当日或者那一两天都未必公布到一个结果 因为很多数据还是经过有低 还有可能有disput 有争执 那么连纽约的警方都出了通告 是给纽约的警方 叫大家要注意 在10月3号 那个礼拜 是可能会有大型的示威 游行 或者是苏联 所以也都是 有很多人就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是谁非投资的计划给大家听 我们看市况不是看一天 就是由现在到圣诞节 到圣诞节 无论市况是怎样 无论竞选的情况是怎样 我之前说过 民主党当选 共和党当选 美国股市仍然都是向上 共和党当选 它上得快 民主党当选 它是会打横走 然后才上 是上得慢一点 但是来说 但是如果是共和党当选 Donald Trump当选 它是会破位上得很快 因为收拾今年一些走慢了的部分 好了 看看这个纳斯达克那边又怎样 是不是 很相近 当在这个大市 基本上是平稳 所谓市场平稳 基本上三个股市的走势是差不多 好了 这是纳斯达克 你记得我说过 9月2日有个高位 9月2日高位 很希望可以很快就会冲上去 我进了苹果和微软 作为例子 微软现时是216元 苹果现时是117元 OK 看看微软和苹果的走势 OK 跟大市一样 它在上升轨上 所以如果9月2日大市过了高位 的话 各类股份 即是在今年聖诞节之前 能够冲破9月2日高位 的话 各类的 可以叫做大股 以前我们说 香港股股 叫蓝筹股 它应该都会破高位上 所以我就很有信心 就是在10月初入市 然后应该在12月之前 聖诞节之前 可以拿到超过10%到15%的斩获 应该可以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一年有10%到15%的增长 在任何的金融市场 在基金来说 已经是超好的 但我目标不是这个数字 我目标是每半年 每半年是8到12% 因为前半年我没有做 前半年 你知道 COVID-19又动乱了 所以希望在下半年 可以将上半年的业绩 希望今个年底 可以做到16%到24% 你知道我现在是买入 就轻松很多 我买入就放在这里 选择好一点的股 放在这里 但是到了浪升了 上去之后 你破位上上上上 始终会调整 他调整那一刻的时候 我就比较喜欢沽 那一刻沽一次两次 拿多几个% 基本上今年的Quota 就可以圆满结束 然后对同学们有交代 好了 恒生指数又怎样呢 恒生指数我也是说 在其他市况 都上升的时候 台湾又升 美国又升 的时候你有钱 你可以比较乐观点 去其他市场 恒生指数那里 就会慢一点 对吧 但是我也提过 就是说 在9月24日 那个低位 恒生指数应该就是初期 就见底了 那变了来说 大家回数回两三个视频之前 那时候9月24日 那些低位已经过见了之后 就应该是可以打横下 打横下 没升 但是不会大跌 不会大跌 最主要不会大跌 OK 那么大升的机会 是一半 OK 中国的股市 香港股市 就等于中国股市 打横下 已经很好 OK 那看看深圳的市况又怎样 OK 那恒生指数再说一次 9月24的低位 是恒生指数当时 是9月24日 23124点是低位 我想短期来说 都不会见到低位 大家买香港股市的时候 拿着这个 23100几点 就是23200 作为低位的话 大家就可以放心 现在是24700 对不对 有些其他的市况又怎样呢 我们下去 world index 我有个叫world index OK 看看日本先 OK 日本 哇 日本 你看看 OK 已经在这儿 即是按耐不住 这种势呢 就是 预备 冲上去的 真的很明显 很明显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 喂 他可能 即是到顶不破的格局 这样 那样 第一 COVID-19 已经碎到贴底了 是不是 做什么更坏的呢 OK 航空公司也收拾了这么多 是不是 餐馆收留也收拾了这么多 是不是 所以来说 就是 在COVID-19 一段时间 就是今年 就这个 五月到现在 你看 日本指数来说 是没什么大跌的 OK 而只不过 它不跌 那现在又在等着升 OK 所以 日本的指数 是等着上升的 台湾指数 一样 和日本指数 是否可以 OK 所以当这个道指 稍微再弹一点 台湾和日本 就会破格上了 OK 那么 看税比投资日记 好处就是 分享了 几十年的股票经业 有时候你可能 刚刚买股票五年 十年 或者是 十年八年 那么 也都是 你 是买股票的时候 只不过 听一下朋友 叫你买什么 你又买什么 那么 你的资讯 是比较少的时候 那你分享一下 说比投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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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网友们 就不是很多 而已 几百个 即是活跃的 但是我好感受到 他们都是很活跃的 投资者 OK 他不是passive 即是不是说 趁热热 他们真的有去参与市场 这个 但是就是 我想我们唯一 现时有一个 做得不太好 就是我们 将那个 沟通平台 关闭了 在去年 关闭了 到现在没有开放 就是那个 水股投资日记 那个 Telegram OK 和WhatsApp 那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 小弟这些义务工作 是不是 但是就是 缺乏助手 变了来说 自己兼顾不了那么多 你开到一个平台 人家问你问题 你是不是要答 你不答的时候 那就不好 你既然你没有时间 去答的时候 就将平台暂时关闭 除非你有 有一定的资源 至少有个助手 去帮你检查一下问题 回复一下问题 否则的话 是很难去将平台开放 但是也很浪费 因为几百个 回约投资者 他们每一个行动 可能都有 含金量很高 含金量 即是容易赚钱 是吧 又或者如果他见到 有什么风险 他会和大家分享 避险 所以希望假意时 适当的时候 做事就是这样 If you do the best else don't do 一是做就要做到最好 半熊不黑的东西 我就不做了 OK 所以 适当的时候 能够真的有一个助手 这个助手 你反而支持 当然又不会出在人身上 但我又没有收大家会费 那何来有助手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真的请到一个助手的时候 这样我想这个平台 是会更加能够充分的用大家的资讯 在买卖股市的时候 就会容易很多 避险容易 赚钱也更加容易 好了 台湾说了 伦敦那个面点呢 伦敦 我不是一直都说过 每放月下 没变 每放月下 当我说每放月下 每个人在升的时候 今天又跌112点 伦敦是5776的 有时的东西就是 看上楼压你十年八年 我们看这些一看的 已经是心肢涂明 但是它的颈线位 就是支持位 记得啦 我说过几次 支持位在5771 OK 伦敦今日支数 支持位在5771点 如果大市5771 还在5点 大市如果是伦敦跌穿 5771 的话呢 先批个头 先批个鱼仔 麻烦 是极大的麻烦 那我们作为投资者 会不会去自找麻烦呢 自己心想啦 OK 好了 就是股市分析 大家先说一下 1810 1810就是小米 小米呢 小米呢 我可以说过小米 我是说小米 因为它不是被主打击的对象 即不是美国重点打击的对象 所以它是属于避险的一个产品 换句话说 它是有上升空间的 OK 但是它的颈线位都距离现在很远 它的颈线位在这里 OK 即是所谓支持位 即是指蚀位 即是指蚀位 19.4 有牌了 是吧 19.4才是它的指蚀位 所以如果小米它不跌穿一个19.4 或者19.4以上的话 你拿着它呢 还是有利可逃的 OK 这是小米 那么 有几只股票 我也想跟大家说说 热门股 Tesla 因为我现在拿着苹果和微软 我一定会说这两只 Tesla也会说 因为Tesla也是我经常看的股票 在我2017年开始 和小同学基金 即是中学同学基金 开始为食餐饭去买卖的时候 我经常估Tesla 当然浪高便是股 浪低便是股 浪低便是股 多数股 Tesla 就看它很久了 OK 好了 现在Tesla是425元 OK 它的支持位 短期支持位 如果大家要买Tesla 就在400 在10月6日那低位 10月6日那低位 那个Yahoo跳 让我看不到 我看的时候 你看它 马上升跪了 10月6日那低位 我这个Cursor 大家自己查一下 这个低位 大概406元 我揽一下 406元 以前不会这样停的 406元左右 OK 有十多元的距离支持位 所以我来说 Tesla 你现在握住 它未跌穿 406元的支持位 你握住它仍然可以 好 好了 也有一些股份 不妨可以看看 Twitter Twitter 它是美国的大股 也差不多是 垄断了很大部分的市场 即是说佔有率 我都有Twitter 但是就不太常用 Twitter是暴升上去 8.54% 解释就比较容易 你想想 他为何这几天才会 今天开始暴升呢 就是因为 他开放了 电邮门的转发 以及道歉 他向公众道歉了 以及开放电邮门的转发 拜登这个电邮门的丑门 他之前封杀了 封杀了 封杀了之后 按耐不住 被压力太大 再这样封杀下去 你知不知道 美国国会 已经要传召他们 去解话 所以呢 他就放松 一放松的时候 你看他 立刻就上 OK 这个是 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他还不放松 还是按住 被人转发的时候 我连twitter都习惯了 我自己都不用 我跟你说 因为你会 犯重真 忍重怒 OK 但他一是 将这件事一摆平 OK 就立刻上 OK Facebook一样 OK 这两个是孖山兄弟 基本上 看不懂 这件事呢 甚至你看 经济或股票 你不可以不看政治 如果Facebook和Twitter 仍然都是封闭 这个屏闭信息 好像我上一段 和上两段视频 那麽说 他就麻烦了 他就倒转头 向着下面 250元 Facebook向里面 250元走 而Twitter呢 就倒转头 向着42元 这些位置走 但当他 啊 眼光放软一点 脑袋 开放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上回去 OK 而且一些人买的时候 买多 买多 不买少 OK 支持他的买 之前骂他的 发觉 你现在改好了 他又买了 OK 上回去 但Twitter和Facebook 这样飙了向上的时候 印证一下Erik 刚才所说 美国大使 是要上的 纳斯大克 是要上的 台湾 日本 是要上的 等着上 Facebook和Twitter 已经告诉你 我不等了 Erik 你说上 我先上了 我先走 然后怎么样 大笨像 然后微软 苹果 那些跟着 我们作为 这个小型基金 帮同学会聚餐的 小型基金 2-3万美元 各种 我们都很稳健 我们都不会说 封烟高换 就是微软 就是苹果 OK 你看到微软 刚刚也公布 他的云端技术 就打算和Tesla的CEO 那边 就是升展 Satellite的计划 有所合作 估计 它是坚定流 真 还是假 但是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消息 这个很好的消息 是会让这个微软 未来一到两年 是会一路向上 因为 记得大家说 我在买Microsoft 那天 我是这样说的 即是10月初 我进入Microsoft 我说 因为我进入 是因为我用它的cloud 用它的云端 就是OneDrive 很多人都有cloud Google 每个人都有 我用它的cloud 用Microsoft的cloud 是因为 我不是宣传Microsoft 我只是分享我的经验 是因为我们公司 币小弟的小公司 是用Microsoft Office 而Microsoft Office 几十年 就是大家所有公司 用开 但用开的时候 就用Microsoft Office 现在还断月 给公款 给Subscription fee 即是会员费 现在都不是买 即每个月收费 但我们用Microsoft Office 连着用OneDrive 那个云端 就变成了顺利成章 即是不太烦 是否这么说 但是云端 就是未来 IT公司的下一步 要拓展的服务 就是什么都会放在云端 现在我们的照片 你知道 家里拍照很多照片 全部都放在云端 就不会找个硬盘 去储存 因为太多了 你也太烦 其实就是 应该就 销在CD上 但你知道 很花时间 云端 给10元 8元 他就给很大的空间 10元 8元 就是重坏的用户 包括我 把云端 第一天 如果云端坏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呢 你放云端 要放一些可靠的 大公司 不是Google 是Google 小公司你敢不敢 当然不敢 如果要我放阿里巴巴 我会考虑再三 第一 怕它虚物 亦都怕它到时 不知道它会倒露 当时我的家庭照片 就没有了 所以 你没有什么 可以选择两个 可以选择两三个 就是微软 Google 云端 所以 微软 这只股票 是因为这件事 未来一两年 我仍然看好的 苹果更加 苹果 Apple Computer 可惜Apple Computer 还有一些 room for improvement 就是iMac 即在台湾的电脑 当然我说 还是没有什么 发展 它只是搞手机 和iPad iMac 即在台湾的电脑 停滞不前 可以这么说 它的手提电脑 也是 手提电脑 MacBook 都离开大 只有16GB 上网看 16GB 什么概念 手机都64GB 256GB 就是苹果 有很多 room for improvement 去赚钱 只不过 它要用西方角度 西方角度 不会一次赚完 它就留住 我今次开发这个 下次开发这个 再次开发这个 再次开发这个 慢慢来开发 就是这个 华果 有时间赚 现在只搞iPhone iPad 都已经赚到盘满 坐台电脑 还有room for improvement 还是修改 连手提电脑 也可以改善 也有很多可以改善 所以你看到这些苹果和微软的空间都非常大 好了,这些美国股市又说了,香港的180也说了 都说了香港一些很严满的,经常人都问的股票,譬如700 700,腾讯,腾讯来说上升高位上566元 你看一下腾讯,即是看到腾讯来说,都是想蓄势代化 分一杯羹,大家心里有数 在亚洲市场来说,不是腾讯,小米只有几只 但是腾讯和小米,以稳健性来说,小米又好些 腾讯 在低位上挣扎 暂时没什么起色 所以大家希望了解 Cafe Pacific 我不知道它的简写是什么 即是说Cafe 所以如果不是Cafe 应该是很惨 待会当时是新闻 新闻解读再说 233之前看过的 看一看 都是在低位挣扎 暂时看不到它有上升的迹象 还没有 981 都是看不到它有上升的迹象 但留意香港股市就是这样 香港股市就不是说 你想它升就升 要是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一些 后面有没有大MASA 人做事比较多些 好 看下深圳 深圳来说 当然没有台湾和日本那么好 如果台湾和日本 应该是贴近高位 这样走 即是贴近13,900 14,000 这样走 就是一个上升势 它现在是一个 我们叫做 陪回三角形的 手里较高一点的位置 还有一支 旗仔 这支旗仔 分分钟 就是 分分钟 现在现时的势 它下跌的机会是大过上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OK 那 好了 今天说了这么多只股市 也都是说了这个 大市的走势 OK 好希望大家可以有兴趣的 就和朋友分享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 另外去到这一刻的时候 我也想说一说 那个Patreon 我开了 但就是不太活跃 因为自己没什么去怎么办 但是我又觉得 捐钱这件事就是 多一元就多一元 五元就五元 就是不需要说多少 所以我也是在下面 会有写着 就是希望大家鼓励大家 就是 用加入Patreon 做会员 五元 就是standard fee 五元可以买到一本书 如果有三个人 我就可以买到三本书 就是每个月 那买这些书 全部是捐 捐给小学和校区 或者是 总之就是 Eric在 这个水肥投资日记 每赚到的一元钱 全部是一元不留 因为两点 第一点 我是个人 人也有贪念 但是 我所收的钱 实际上太少了 激发不了我的贪念 哈哈哈 这样说是否好听很多呢 我不是姓人 但是呢 既然钱又不多 当然是全部捐出去 再加上来说第二点 加拿大的税很重 要你当自己收入 打税打到 真是 哇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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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元 卷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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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元都不要入自己袋 加入了Patreon 每个月看Patreon 给了多少 然后开一毛 现在不要开支票 我发觉 给了校校 用了去买书 我也有点担心 我真的要去买书 买给买书 买给买书 所以都是我自己的买书 买买书 买买书 然后才拿去学校买书 买书 变成了实在很多 因为自己也可以选 哪些书 我觉得是好的 举个例子 自己小时候看过的 一些翻译小说 或者比如说 我的教育 虽然你觉得很老土 或者路不顺飘标记 但是 我们是这样活过来 我都希望把我们那种的价值观 传承下去给下面后一代 所以就鼓励大家 加入Patreon 每个月只有五元 那就是全部就是全数捐出 那就是一元不留 OK 希望大家就乐善好思 OK 还有 我一定会和大家分享 赚钱的心得 今次微软和苹果大家 会员或者学生 都已经赚了少少 分为五元 只是五元 然后就捐下去Patreon 亦都是给自己的动力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几百无了奶 有时候就是动力不够 觉得 只有我说完 又不知道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就会少了些动力 但是就是我采取开放式 就是不要期望 我们放在Patreon 没有必要 全部在YouTube大家开放 但是既然你是有钱 赚到少少的 那就去subscribe 我的Patreon 交回五元会员费 在那里 等我拿些钱去买书 捐给学客 是这么简单 希望大家就是鼎力帮助 还有在Patreon上面 如果是累积到一定的人数 什么叫一定人数 我觉得有多少 有1000个 例如1000个 因为整个互联网这么大 如果有1000个会员的话 我们就会有五元 就是5000元 有5000元的时候 就可以用一半的钱 去找一个兼职的助手 这样就可以开放讨论平台 还有解答问题 另外一半 2500元 就可以拿来做买书 就是这样 起码是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不开展这个工作的话 你每天都 偶偶偶偶偶 时间就过了 对不对 不如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 1元全数公益 就算到时有任何花费 因为我们是由香港独开会计出生的 是真的全部兼联网 就会直接就在YouTube 我没有秘密全部公开 就算上次捐钱的资票 第一轮捐钱 拿了2220元加币 几乎记 给上学校 我连这本票也拍了 YouTube 发给大家的网友看 接下来就停了 接下来就没再搞了 也有些 刚刚那个视频就停一停 有些技术性问题 不要紧 我看到应该是正在录的 我们今天讲了很长 讲到这里 暂时就完结 下一集再见